闹得沸沸扬扬的浦峰养机场业者在台北和媒体进行了说明会 不过地方居民却认为设厂地点是在花莲中区 是不是应该跟地方来做沟通 而不是透过台北的媒体方式来放话 树湖村挂满了抗议旗帜 浦峰养机场今天则在台北与媒体进行说明会 当地居民听到之后 这表示设厂的地点是在花莲的中区六处地点 业者应该是与当地居民直接沟通 而不是借由媒体来放话 他们还是强烈的反对大型养机场 设立在居住环境的附近 汉卫国度拒绝污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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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 为什么又会跑到我们这边啊 怕他在这边也会造成不良的环境影响 一定会的啦 很欢乐啦 当年也是 每个月也很欢乐 反弹 抗议业者想要到花莲的中区设置大型的养机场 让许多的民众以及当地的民意代表相当反弹 也都表示业者为做良善的沟通 再加上过去在西部的不良记录 让居民忧心 至目前当地居民还是强烈反对养机场的设立 记者林杰 寿风采访报道 下来 起来 下来 起来